引发争议 甜妹脸蛋魔鬼身材 她是啦啦队人性女神吴以鲜 时常在社群平台 IG脸书跟粉丝分享生活 看看她在IG上 粉丝数79万 早就有蓝勾勾 只是现在脸书母公司 Meta宣布 竟然未来花钱就能买得到 也让她忧心会有假账号 IG的话是自己发的 然后脸书是有透过申请 没有一个强效的认证 去认证说这个人真的是艺人 那对于我们来讲 我听到这个消息 我比较是会担心说 那这样可能会有一些大片的疑虑 难免会觉得这个机智怪怪的 因为本周开始Meta就要推出 蓝勾勾身份认证订阅制服务 网页版申办的费用 每月11.99美元 大约新台币365块 通过认证真实身份的用户 就可以取得蓝勾勾徽章的认证资格 而且可以绑定FB脸书 跟IG账户来使用 可能就会为了 就想要很红 然后就去买那个 你所有付费的那种吧 可是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意义 看那个蓝勾勾 通常都是有名望的人 但如果一般民众去申请的话 不知道就有点混淆吗 T恤现在不是就是 如果你要蓝勾勾 你也要每个月付费 然后就会 然后就超多怪人都会上去 都蓝勾勾我觉得 新智也引起民众反弹 认为蓝勾勾原本是社群平台上 用来辨识名人真实身份 但怎么花钱就能买 不过Meta也强调 如果是脸书 IG自己发给用户的蓝勾勾 不用付费 以及之前已经获得蓝勾勾业证的用户 也不受心智影响 只是能不能有效遏止账户被盗用 恐怕也打上一个问号 再来一起我黄金这张